- 其實還沒有結婚啦,就是被求婚,對,然後,呃,因為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長,所以對於我來說,我覺得生活沒有太大的變化。 我覺得這是我,呃,活到現在最高調的一段時間,因為大家一看到我都會跟我說恭喜恭喜,就是連去餐廳吃飯啊,或者是在路上遇到陌生人也都會,就是看到我就跟我說恭喜,然後到最後我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 所以被求婚到現在,你自己心境上有什麼不一樣嗎? 我覺得身份好像不太一樣,就是尤其求完婚,然後就經過就是過年嘛,然後好像大家就會開始對我們的未來,有很多不同的期待,就會問說要什麼時候辦婚禮啊,然後什麼時候要登記啊,什麼時候會想生小孩啊等等,就是這些問題是以前不會被問到的。 你們今天不會再問我了吧? - 可以再問一下婚禮想要什麼時候? 我們真的有稍稍討論一下,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,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,所以都沒有辦法真正的定下來。 但是,如果說不考慮這些,呃,該考慮的事情的話,其實我們就會想要辦得很像男髮風,不太想要走那種很傳統就是半桌啊,一桌坐十個人啊,然後敬酒那種比較傳統式的,會想要把它辦得比較跟大自然接觸吧,像party一樣的感覺。 - 那求婚的時候會不會覺得怎麼不選在你的化妝的時代? 化妝我倒還好耶,但是我是比較想說,為什麼求婚要爬山爬那麼遠? - 哈哈哈,因為真的很累耶,我們就是,因為我完全沒有被預想到那天我會被求婚,所以我們就是輕裝上山,然後但真的沒想到那天我們爬了三十幾公里,然後爬到天色漸黑爬到我真的越來越緊張,想說會不會沒辦法下山。 - 比較擔心的是沒有辦法下山,反而不是有沒有化妝這件事,因為我覺得爬山畢竟是有氧運動,其實那個氣色會蠻好的。 - 是現在是住在一起了嗎? - 開始新婚生活了嗎? - 也沒有啦,就是,還是有彼此的家。 - 是現在改口稱為老公嗎? - 時間差不多了。 - 現在這種感覺有點害羞的感覺。 - 目前還沒改口耶。 - 好像也,感覺這件事也不用那麼刻意。 - 自然一點。 - 那你都叫他什麼? - 就叫他名字啊。 - 指名到姓叫他。 - 目前為止完全不容易。